渗烂缤纷各种卡通人物造型的热气球 飘在空中点缀一望无际的天空 不止白天晚上也有新光场 光雕扎上烟火场面非常华丽 今年国际热气球嘉年华6号在台东热烈开幕 天才钢量工作人员开始忙着将球体展开 站在围栏里调整燃烧器 进行喷火测试 热气球准备工作可一点都不能马虎 9号下午工作人员正要将嘉年华的当家花旦 Hello Kitty热气球给立起来 但他被强风吹到不断摇晃 接着白色的脚掌被火焰烧到焦黑 工作人员见状急忙跑到后方拉起绳子 进行控制 但一切都来不及了 台东县政府发出公告 Hello Kitty球不小心受伤 需要抑制一个星期 不少粉丝纷纷留言慰问 祝他医美顺利早日康复 有点失望 那妹妹咧 妹妹你是想看Hello Kitty吗 会不会失望 看不到Hello Kitty也没关系 10号到14号的场次将会由他帮忙带班 站在C位道地的妈祖热气球 能代表台湾庙文化的妈祖 将会暂时成为主球 而左边知名精品品牌热气球 也是不少民众的拍照首选 右边的就是法国知名的小王子 还有其他卡通人物造型的热气球 让民众大饱饮 要进行新的臭皮的更新 还有存在带的更换 暂时的进医美保养 一个礼拜后应该就可以恢复了 突然的意外让Hello Kitty猫 不幸被火弄伤 所幸没有影响游客 也预计一周后再次康复回归 华社新闻 陈俊英 张俊慧 张全 台东报道 Hello 我是蕾亚 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社新闻YouTube频道